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兔兔在吃月餅看起来好幸福 重点是灯还会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很漂亮 好 我们要欢迎今天首座达人 怡萍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怡萍老师其实真的是还蛮认真的 因为他把所有所有的细节都雕刻的 真的好逼真哦 你看这个月餅 我刚刚还想说问老师说 老师你该不会是自己手工 要把月餅雕出来吧 老师说他其实已经准备好模具 当然如果你本身的是黏土达人的话 你也可以挑战看看手工雕月饼难度很高 好 老师介绍今天的材料 好 今天因为我们做的是黏土 当然我们就会有各色的黏土 然后灯呢 这个灯我是用了一颗压克力球 然后把灯串放进去 周围封起来我们就可以包黏土了 还有我们应景的月饼 当然就需要有一个快速的月饼膜了 好 现在我们就先开始来做月饼 要先把它做起来放到半干才能够切 如果说我们刚压出来就想切的话 其实是会糊掉的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切看 先搓一颗圆 这个是豆沙馅的月饼 然后我们把黏土擀开 擀成一个圆 等一下要把豆沙包进去 这样 好了 以后我们就把线 像包包子一样 好像包水饺的感觉 慢慢收口 收完了以后 我们就用剪刀把它剪下来 这里不要留太多 然后收漂亮 把所有的馅料都收进去 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到这样 是因为我们待会是要剪开的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收漂亮 没有错它在下面看不到 但是切开你就会看到 那个地方的底是没有皮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收漂亮 搓圆 找到那个底 先轻轻的压一下 然后 放到模型里面 塑成模型 对 塑成模型 压一下 这老师你自己有挑战过做月饼吗 就真的是有黏土饼 有 但是那个就是 比较花时间 像这样 我们的月饼就完成了 对 好厉害喔 那我们刚刚讲啦 它湿的时候切 跟拌干时候切 有什么差异性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试试看 这颗是我现在刚刚才压出来的 这颗是我早上压的 就为了待会等一下要切的 我们现在切切看 放在 工作板 对 切在垫上 刀片要准备稍微立一点的 然后清干净 我们来比较看看 如果说是已经放一天的黏土 跟才刚刚完成的黏土 切出来的感觉 或是怎么样 那也不能够等到它完全干 才切 因为完全干才切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 它里面有一点点 粗粗的质感 这样 这是我们早上做的 我现在把它稍微用 切开以后用刷子刷一下 豆沙泥的感觉 对 豆沙泥的感觉 那再来我们切切看 像刚刚做的这个 很软 一切下去 第一个是它先变形了 线下去 边边已经塌了 对 边边的已经塌了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这样压下去 所以它豆沙线往下跑 底下的饼皮就不见了 我们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块是有饼皮在的 可是这块的饼皮就已经不见了 这就是区别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先提早把它做好 好 再来呢 我们就来做我们的 灯的底座了 灯的底座呢 我们先拿一块白色的黏土 黏土 黏土平常就是保鲜膜包起来 然后放在密封盒里 它就比较不容易干 黏土拿到以后先揉一揉 然后我们搓出很多很多的圆形 对 搓球的时候呢 你要稍微比比看 因为我们是要把 这个灯放在下面的 所以你的球如果太小颗 它没有办法顶住 这个球的话 那它就站不住了 它就黏不了了 所以你看我们像刚刚这颗 就还太小 我们就必须要有大颗的 但是也不是说 全部都要这么大颗 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大的 一些小的 只要有几个点 是能够跟球黏起来就好 比方说可能我们衔接触 你并不一定说 每颗都要长一样的大小 你看像是我们成品这个 底座的球球 它就是有大有小 翻到背面给大家看 背面其实就是比较小颗一点的 但是呢转到正面 慢慢转给你看 有大有小的球球 那重点就是要把里面的开关 把它遮住 然后把球球给撑起来 这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球大球小没关系 那最好是有点交错的感觉 有大有小 对有大有小 会比较可爱 而且呢 当你有大有小的时候 你就会有空隙 有空隙 我们的灯才 会亮 对才会溢出来 对 才会溢出来 像这样 你可以多做几个预防万一 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用白胶把它黏在一起 不要太多 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把它圈起来 开始做一些不规则的排列组合 对 那看一下它是不是够高 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把它放到旁边 这两颗要干嘛呢 这两颗要等等一下 我们放上来的时候 如果有哪边看起来特别的空 遮住 对 我们要把它遮住 然后在等待的时间 就把它放到海绵上去 好 这个都是我们做起来 要暂时放干的部分 再来 就到了我们要包球的了 包球的时候呢 先稍微上一点白胶 哦 这样不会很快就干掉吗 它干了也没有关系啊 它干了还是可以把黏土黏住啊 因为黏土本身还是有点黏性 对 黏土有黏性 然后它有水分 白胶遇到这个水分 它会再回复 不会完全回复 但是它表面稍微回复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黏土黏住 嗯 搓圆 大球 对大球 所以我要把它压扁压大一点 大一点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包下来 呵呵呵 黏土量一定要够多 对黏土量一定要够多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做效果 黏土量如果不够多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出效果 你看像我现在黏土很厚 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把它往下推 嗯 让它有点延展性 对 那我没有把它全部包起来 一样是为了透光的因素 所以我下面我有稍微留一个洞 但是这个洞要多大呢 这个洞不能够 比我们刚刚留的还大 它一定是黏土要包到里面去的 像这样 只留一点点 嗯 然后再来把我们的球体整理一下 有凹凸不平的啊 有些折皱 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也不要整理到太平 因为我希望它有一点点那种自然的手感 像这样 好了以后呢 就拿刷子 把它全部 全部刷满 刷的时候不要一个位置 都不动 不然它就会看到这种直的线条 所以我们在刷的时候要 稍微的动一下 让它分布的是很密的 但是又不规则 那还有一种 妈妈在洗碗的中刷 它是自然的 所以说它的排列不会是这么整齐的 那个也可以拿来用 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月球 有一些凹凸不平的感觉 不要那么的整齐光滑 对 像这样 好了以后呢 月球上可能还有一些凹洞啊 我们是不是用工具这样推一下 推大的 推小的 推深的 推浅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对 这样 所以呢 其实我们做的是非常拟针 大家可以去参考月球照片 要做一些加强 对 这样做 那因为我们推开了 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土就会更薄 更薄以后光就更能够透出来 好了以后呢 可能因为我们手再拿 它的那个纹路会稍微不见 所以我们就看状况再补一点 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的月球就好了 像这样 嗯 我没有让它很规则 我没有让它很平整 我就是简单的这样做 好了以后呢 我要把它放到我的 底座上了 要组合起来 对 比比看 我的 什么地方会碰到 那我就在那些会碰到 碰到的地方沾白胶 我这样压下去以后 它就会有微微的痕迹 扁扁的痕迹 那就知道说 哦这几个地方 我会碰到 都是碰触点 对 然后把它放上来 这时候我就要拿到 拿到平整硬的地方来放 放在海绵上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弹力 你就黏不住 我要放到平整的位置压一下 让它黏住 可以看一下 我的底就变平的了 这表示我已经确实的跟它黏在一起了 然后再来我觉得 嗯好 这里 这里会看到我刚刚的那个 洞的把手 那个 那个压克力球的 把手 然后我就把它 在这个地方补一颗我的小球 然后再看看我觉得哪边 好我想要让它可以延伸出来外面 所以我就会在这个位置 再砸一颗 再砸一颗这样 那就不会整个太圆 它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好 再来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 小兔子 小兔子 小兔子当然它一开始就要先做身体 嗯 那我们的身体要多大呢 我可以先抓一坨土来试试看 因为我要让它躺在月饼上 看起来像是吃的薄薄的样子 没错 对 所以呢我就会这样量一下 嗯 这样的尺寸好像刚好 我再放上头 它是刚好的 嗯 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 直接把它 拧起来 对 放到我的月球上了 那这时候我还要再确认一下 我哪一边要当正面 我觉得我这个地方比较可爱 我想要它当正面 所以我就把它这样放上来 好了 再来我要做我小白兔的脸了 嗯 脸一样 我拿一块土 要多大块呢 我就要跟身体比 我要跟它比 你要越可爱的话 头就要越大 大头娃娃 对大头娃娃 所以呢 我们一般会大概跟它抓到 一样大 一比一 然后一点点的搓长 压扁 再来我要做脸部了 脸部我拿一支 笔或者是圆形的工具 甚至于你用手都可以 压一个脸的痕迹 然后把这些角度顺掉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立体的作品 所以这颗头一定要拿在手上 不要放到桌上去了 放到桌上它就会有一个压平的痕迹 要记得都拿在手上 调整好 然后沾白胶把我们的眼睛放上去 对 珠子是有洞的 你不可以随便放 不然就会看到那个洞 我要用牙签 横的放 我们把它的眼睛 我们不要用黏土去捏 我们可以直接的其实 拿像是 像这个眨眼睛 对 然后两个珠针这样扣进去 用珠子做跟用黏土做的差别是 用珠子做的话它会比较亮 眼睛会比较亮 眼睛会比较亮 会有闪光的 照到光的时候会有闪光 好 再来 我们就要放上我们的鼻子 一样都轻轻的压一下 让它一半埋到黏土里 这样比较不容易掉 然后再来挖嘴巴 牙签会黏 所以说我会用一点油脂 挖一个洞 这就是它的嘴巴 嗯 就很可爱 对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 我让它测躺 我已经吃到太多 连做都做不好了 再来我们就做手跟脚了 手因为我是测躺 所以我会一只手 看不到 我就只做一只 量一下尺寸 差不多可以 我放上来以后呢 我还要让它抱着 月饼 对 让它抱着月饼 然后我又希望我的月饼 是可以碰到嘴巴 好像它正在吃的 这一角度 大家可以稍微比一下 对 我看一下哪个角度 比较好看 我想放这个位置 让它手拿月饼 对 我是嘴巴这边要稍微 沾到一点白胶 这样才黏得住 嗯 很可爱吧 然后做两只脚 它的脚杂质 你可以让它随意乱瞪啊 对 或者是说它的脚杂 可能一边高啊 一边低啊 或敞开啊 对 很可爱 搓长 折一下 就是它的脚了 那你如果想要它 有一个密大腿 那就不要搓那么长 让它胖胖的 对 胖胖的 对 胖胖的 然后一样折起来 沾白胶我就把它贴上来 那因为下面还有一只 所以我把身体稍微翻起来 把它的脚脚塞进去 对 把它脚脚塞进去 那因为不好塞 所以我会用剪刀稍微斜剪 就比较好塞进去 像这样 当然小白兔还有一个 尾巴 对 胖胖的尾巴 水沾白胶 好 再来呢 我们的小白兔 有两个耳朵 你可以做短短的耳朵 也可以做长长的折下来的耳朵 都很可爱 对 都很可爱 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搓水滴压扁 我今天想做短的 然后让它黏在一起的 所以我在压扁的时候 我就已经先让它靠一起了 然后再来加上我们的粉红色 的内耳 的内耳 对 内耳 那这就不用多 一点点就够了 把它压上去 对 这样就会非常的可爱 对 没错 压扁 再用工具 压一下它的 要黏上去的时候 我稍微剪掉一点 让它接触面变大 挖一下 深一点 这样比较容易把耳朵挤进去 把我们的耳朵主张上去 然后我们的球体上要有一点装饰 嗯 对 就是用 可以做一些新型模型 可以做一些新型 爱新啊 都可以 只要有现成的模具 其实大家一压马上成型 我可能可以做橘色的 压一下 就是一颗星星 黄色的 可能放个两三颗 非常的快 对 非常的快 嗯 可以像老师一样多买一些模具在家 但是你最后在做张点的时候 你可以特别 很快的方式 事半功倍 对 立刻就完成 你也不用特别再去捏一个星星 捏一朵花 嗯 我们星星可以捏 但是因为它太花时间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一些现成的模具 然后 可以快速的也达到一样的效果 像这样 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一样沾白胶 把它贴上来 通常我会贴在哪里呢 我会贴在 我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 好像有一点瑕疵的地方 刚好把瑕疵遮起来 然后最后我们再把月球表面 再更加强一下 就是 搓个圆 压扁 用工具一样推一下 那它这个是不是就是 更浮起来的孔洞 去贴在 刚刚没有做的位置 这样感觉会更真实 对大概做个两三个 嗯 比较立体 凸凸的感觉 对 那因为我们也用了不一样的颜色 它看起来的效果呢 就会更好 好 然后 要等干 等它完全干以后呢 我们就 上一点腮红 湿的时候上它会比较不自然 我们可以等到它完全干以后 这样打圈 刷一点点 对 像 现在湿的上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点卡粉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作品了 嗯 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 非常有节情氛围的 兔子吃月饼的灯灯 是不是超市有地卡哇伊呢 你看呢 其实有开关嘛 所以呢大家可以呢 晚上的时候把我们的灯点亮 然后小兔兔很开心的在吃月饼 这就是我们今天灯灯主题 我们要谢谢依萍老师 谢谢 那多多快乐学童校会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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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